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有钙花 边界不轻 或者是纵层比大于1 那它的恶变的可能性就比较高了 但是囊肿相对来讲 它的恶变率就比较低 但是可不是所有的甲肾腰肿都是良性的 临床中常碰到 虽然是甲肾腰肿 但是做完手术术后 病理切片就是甲肾腰肺癌 那也可能随痒癌 绿泡癌 这个说不准的 所以说不能用囊肿解解来订病人的好坏 病情的好坏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